故人重逢 故人重逢 你好英哥 什么活儿 没什么活儿 我是要跟他讨论一个事情 你说 其实我觉得啊 你说那个 印度啊 你说他们 那个总度 那个种姓呢 很严重的 我觉得我们其实也有一点点 我们哪个姓比较牛逼的 不是那个 人种划分嘛 就是他们不是 你给我整好整黄汉的你要给我 不是 就比如说我们农村跟那个 农村跟城市我就相当于就 它是实际上没有 但是它潜在的有好多东西都有划分 你举个例子 你比如说 就比如说 医保之类的 你像农村他们教的 他们教的什么东西 都比 就是说报销的什么东西 大雨啊 稍微都好一点 农民挣的少啊 那合理 有啥不合理的 农民挣的少 农民付出的最多啊 这东西可不是按这么 你这东西可不按 不是按劳动量算的 你说 你说今天我这个 我这个砖头子 我搬了一千两百块 这东西不是按劳动量算的 好吧 你不能纯按体力劳动 劳动量算的 那还有靠脑力劳动 往来一做啥 移动不动的 你说他这人就是一天偷肩耍滑 就偷懒的 这认知有点低下呀 哥们 那我就说一个农民的这个事情 比如说我们这边的农民是吧 我不知道你了不了解弯弯农民 他们那边的农民 你了解弯弯农民 我稍微了解一点 弯弯现在有多少可种地农用地 我问你 我就了解农民 我不聊他们 你抛开尺寸 谈福利 谈啥的 你就是纯扯淡的吗 那不 我问你多大片地 你先跟我讲讲 有多少人从事这个行业 你高高吧 一会儿听说你有新的意思了 你这屁股啊 他妈吃饭了 我说 早点了 说 他们 他们的 我就觉得他们那个农民 他们的福利就很 就比如说他们是 比如说他们有退休 年里一到之后 不是 你在你在你这你抛开 抛开数量 你在谈其他东西的时候 你就是纯扯淡 你就不是 盗岸珠扯淡 多大 地方多大呀 人口多少啊 你要不你拿钢裹比呗 钢裹一共880个人 里面就仨农民 那待遇讲话都能那啥 都能就是家里面 家里面那个班主任大会啥 他们都能参与啊 都得去参加大会一下 农民 你不敢扯淡的吗 你抛开计量谈毒性吗 不知道是 那什么都没法聊了 那什么什么没法聊了 你要你要聊制度的时候 一定是得建立在相同基础上 我前面我愿意跟你聊的基础是啥 是因为你说的是印度 印度15亿 咱们14亿也将近15亿 这我觉得合理 对吧 你聊聊你低了 你直接低了钢裹都好啊 对不对 过生日 我觉得 我觉得就是没爹没妈最好了 你就明天 你明天也发朋友圈 我觉得没爹没妈 像我这种最好 过生日一个人能吃整个生日蛋糕 你不有病吗 想吃啥味吃啥味 没人左右你意见 整个一整块蛋糕 连切都不能休 拿大勺个中间碗 你在讨论的是啥呀 那我们就说一下 印度的等性化 来吧说吧 我听听 那你觉得我们有没有呢 我们没有 哪个种性有问题 你告诉吧 没有是吧 但是我觉得我们在那个潜意识上 其实是有了 有 确实有啊 潜意识这东西拦不住啊 你就比如说 我觉得 我觉得关于农民 那你就能说 挣的不多 挣的不多的话 给人福利好点 我觉得没问题 对吧 那你就是认知上来讲 你认为 哎 这个 没有人家这个好 没有人家那个好 很正常 咱俩认知不一样 这不是潜意识 这是认知问题 那说明还是有了 那你要这么说 你说死自己的人 有没有傻子 那肯定有 有没有大值的 肯定有啊 对吧 那就不说 然后我们再说一下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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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保 医保问题 印度 印度什么医保 你说我听听 我 你竟然说 有 你竟然说 这个 那就是 我就说 这个 我们城市的 跟那个农村 不是 你别跟他说话 磕磕巴巴 你也别嘚瑟 我就问你 印度有没有医保 要不说印度医保的话 就说国内的 你现在是不是跟我横向 在比印度医保 感谢比了巴了 炮车 我就是说 你说印度有 你就印度有没有医保 你先告诉我 所以现在比的是 印度没有的吗 对吧 不是 我不是说比的意思 我现在 那你不比的话 如果说 我这么说 如果说这东西是我们家独有的 别人都没有 你拿什么资格 嫌他好嫌他坏 你不会没有对比的话 你为什么嫌他好嫌他坏 你哥们一辈子没吃过螃蟹 你第一口吃完螃蟹 你跟我说螃蟹好吃还不好吃 谁在乎 有就不错了 别人家连螃蟹都没有呢 对不对 感谢比了巴了 我不是说跟他们比 我就说还有 还有在改善的事 那好 那就是这东西不够好 对吧 对吧 就单纯不跟别人比 就是这东西不够好 那怎么才叫好 像谁一样才叫好 你刚才说的 就是说 你觉得城市 城市 他收益比较大 所以他们就应该有 好的福利大于 对不对 我没说呀 我啥时候说的呢 你刚才 你刚才就是说 我没说呀 你这个理解能力这么差吗 我们农村的一棒 哥们人家农村 农村的农民 收入不像大城市 你比如说 你在上海 你在上海一年年薪十万很正常 你单纯纯按数字去算能行吗 不行的呀 就像我经常举的例子 你对一个跑车 对于在北上广深这种地方上班人来讲 可能是百分之一的工资 对于东北上来讲的话 可能就已经是百分之三 百分之五了 明白吧 懂不懂 这是很正常的吗 你全国很多东西价格是统一的 但是工资是不一样的 所以在某些程度上面 某些东西 它必须有高有低 那你按照你认识说 那就你就 你历史就是说 把我们把农民的那些劳动 你都可以就是说抹掉 你历史 你隔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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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隔哪理解出这个意思 你给我们讲讲因为和所以 从哪是体现出这个农民干的活全抹掉 你的城市它的收入就应该高 他们本来就是这么高 那农民他就应该就是一直在农民 他一直就是 你告诉我 城市 城市收入为啥高 城市收入为什么 我怎么知道他为什么高 就你这个说话得得搜搜的 你一说话跟要吐似的 你那个你那个现在紧张的胃都知经轮 就你这个认知 我说实话 你少跟人摆一摆 我告诉你城市的东西为什么高 很多东西它是有先天因素决定的 明白吧 就好像你现在你家门口那个烧烤一条街 第一家和第二家店在那开了以后 第三家第四家也越往这凑 直至他成为了一个商业中心 那很多东西是历史遗留的问题 你比如现在的北上广深 他就是历史遗留的问题 你比如像北京西安这种城市 西安十三朝古都 对不对 他的历史遗留问题 导致他本地居住的人口 以及他能容纳的人口面积 也决定了他本地的房价格 为什么大家都在那买 他保值 他升值快 所以他价格要比别的高 所以他房子租出去的价格也会比别人贵 那租出去比别人贵 所以你要本地开比别人贵小的薪水 他就租不起房 他就留不下 他想在这打工的话 他就挣更高的薪水 公司在这个地方能接触更多的人 所以他能有更高的收入 所以他开的工资也是更高 这是水涨船高 这叫经济模式 你如果连这个东西都不懂 你说啊 为啥那个大城市挣得多 那我不懂 你那些农民全抹灭 哪句话说的农民干的活全抹灭了 哥们 你要想带节奏就这水平的话 我说实话 你得让我喷的 你都得一会儿给麦上 你都得翻白你都得吐白沫 一句你也插不上 哪句话你说重点 着急扣啥帽子 因为所以没说 直接就开始扣农民人了 一问三不值得 我现在问问你 我能够重复一遍 为啥城市的收入比农村高 再说一遍 好 那我就不跟你谈这些 好 那我就不跟你谈这些 为啥 为啥不谈 你给我重复一遍 为什么城市收入比农村高 人多嘛 你说的外心 是不是 行行行 那谈啥 那先换个话题 那换个话题 然后可以谈啥 那你说说我听听了 那你说 你知道 你知道现在我们 我们国家的这个 农民一年的粮食 现在的粮食 美金是多少钱吗 你说说吧 我不知道 你说说吧 我不知道 我没买过 感谢周神保持 你不是啊 今年的小卖价格 他按地方一般的不同 现在的话 大概就是一块多一点 然后呢 高了还是低了 我不懂 我也不知道高了 感谢刚才亚口 我也不知道 你不知道高了低了 你跟我讨论一块多 那我问一下 那我问一下 你现在一个高配的 现在一个手机多少钱 啥叫高配呀 你就就比如说现在不管是华为苹果都是高配的一个都是多少钱 六七千五六千万八千都有啊 应该是一万吧 不管是华为的 就是便宜的手机通通都不能用 我不是说能不能用 没意思 就是满足你心理配置的 也不是说满足我的心理配置 我就是做一个比价而已 行 行一万啊 然后呢 你就是说按照这个这个就是说的话 就是说你现在就是农民一万斤粮食 嗯 差不多能换一个手机 啊 就是说 我想啥一个农民多少赏地你知道吗 一亩是等于几赏 知道吗 一亩地租出去以后几赏地 没赏地租出去 一年啥也不干 你知道第一年收多钱呢 啊 你告诉我收多少钱 好 一亩等于十赏地 十赏地每赏的东北一年租出去 两千三到两千五百块钱 一亩地家里面有十亩八亩地 家家躺着一年十万八万的 就啥活不干 你知道吗 好 那我再问一下 我问你值不值得 你 我知道 我问你知道啥我瞎编的 啊 你这个这个没有瞎编 我怎么没有瞎编呢 哥们一亩地等于十赏吗 一赏地干啥 一赏地干啥 你往这空地往处租租两千五百元一年 有 干啥呀 那你租多钱呢 没有 有哪哪是 你给我举个例我听听 山东那边就是 嗯 山东那边 你看看屏幕 一赏地等于十亩 不是一亩等于十赏 我瞎编的 我猜的 那的确是有啊 现在的确地是 哪是哪是一亩等于十厂啊 一亩地是 十厂 好像是十亩地等于一厂 好像十亩地等于一厂 那一亩地租多钱呢 一亩地好像是 他每个地方 他看你是租的 对咱说贵的多钱便宜的多钱呢 贵的多钱便宜多钱 呃贵的好像是两千两千多 啊贵的好像是两千多啊 形式不同 那不到就不到两千的话 咱说贵的要如果 如果全国最贵只有一千八 剩两百你套 行不行啊 如果全国最贵只有一千八 这个剩下的你套 行不行啊 我说的他 你看看你租过去 用用地 你别问 你别老说那些没有用的 是不是你说的价格 你租过去 你看你什么用 缺了你是不是补 你要是补的话 咱俩现在就直接就让身份证 咱俩实名了 对不对 少了以后咱俩说话负责任的 缺了这一亩不到两千的话 啊对不对 不到两千块钱的话 那个缺了你补 我跟你聊 你脑把中间的话题给扯开了 我扯啥话题 咱俩根本也没跳话题 一直不在聊的就是这个话题吗 你不再跟我讨论 农民种地的这个收益呢吗 我现在跟你说 他就连不种 他都有收益 他收益多少钱 你说两千一亩 我说不到你补 对不对 你别逼我问候你老母 我抓着你脑袋 帮帮你一顿储 我要考研 个傻 我就问你一句是不是虎 我要考研 你给我抬啥杠杠的 你啥资料没有 你给我抖来按猪的 你最终想带的节奏是啥我想听听啊 我跟你带什么节奏 我就跟你讨论一下而已 你给我讨论啥 说论点是啥呀我想听听啊 论点是啥呀 我刚才不是你说的吗 你在中间把话题给扯开了 你南七八糟 你说你说一个手机等于一万斤粮食 对不对 你告诉我一个拥有十亩地的人 十亩地说少了 其实都有个十产八产 五产地 现在有哪些位置 好那你告诉我农民 农民一般家里面都是多少产地 或者多少产地 那你现在网上搜一下 中国的平均根地 那你就直接说呗 不对的话我就纠正你了 我搜啥呀 你搜就完了 你一个对稿选手 我都不知道 你就直接说多少呗 平均多少 你就说平均多少吧 你告诉我一年平均一亩地 一年年产量能产多少斤 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你给我带啥节奏 假设说 哥们达拉假设说 如果一个农民 他有两产地 一共有二十亩地 二十亩地 每年一亩地能产三万斤粮食 假设说 一年一亩地产三万斤粮食 那二十亩地的话 产不到 好那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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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我们这边的话 其实这个我也不清楚 不清楚你讨论的意义是什么 我也没中国的意义 那你讨论他的意义是啥呀 我就觉得这个东西有缺陷呢 对对这个农民来说 因为为什么你一说话第一个字的时候总感觉你要吐似的呢 我觉得我这个东西有缺陷 怎么不缺陷 我觉得你说话 对你老往出远啥呀 咋的了你啊 你皮羞啊 哥们你是皮羞 你下边出不去是啥 你老往出远啥 晚上刚吃完饭要吃吐了 没吃过自助肝 我看到你我就想吐 你看你看你看我想吐啥 我说的哪句话让你觉得不舒服了呢 你说我听 你这你这一直打断人家说话 那我不打断你说话 你从头开始带吧 那你现在开始说吧 啥时候你说 你说那个大头鹰我说好了 你开始说 我再说 你说吧 我刚才说了几 说了几段的 你都是从中间岔开的 那行你从头说吧 你别问我是不是了 你要不我一说话 你又说我打断 我刚才已经说了 我说现在对农民 就是说不是相当于很公平 对我们的确是要相当 就是说要改善一下 你看就是说 这个问题的确是存在的 不是说跟谁去比较的问题 你不能说又去拿什么跟美国的什么比较 别人别人是农场主 是他们就是包地 我们我们现在农民就是说 国家分配 但我感觉对他们 感谢渗透了大飞机 他的这个付出的种地 导致现在我们年轻人没有几个人愿意回去种地了 你说是不是出现了这个问题 好我说完了 有没有这个问题存在 所以你想说的是啥 你希望你现在一个月挣多少钱呢 我想问问 我一个月万八块钱 你所以你希望种地一个月能超过万八千 因为我是农村的 我看我为什么 我为什么会说这个 因为我是农村的 我看到过我爸妈上一代 他们就是说 那个时候我不知道你了不了解 我年龄应该还比你大一样 来了 女粉来了 那个时候交工粮你不知道 是不是 我经历过交工粮 我小的时候 不是你闹小的时候 现在跟小时候是一个政策吗 所以说不闹那个人吗 不闹那个谁提了 我没有闹 我刚才就说 不是你不闹那个谁提了 哥们 存在那个问题了 存在啥问题了 就是农民收入不如不如百里 所以你在你的印象里面 农民应该收入 不如百里 那全世界哪个国家 农民收入比白领高 哥们 你刚才听我说话 咱们劳动是有价值的 对不对 就你干了多少活 你换了多少钱 它是有价值的 包括你是什么学历 对不对 包括你承包了多少亩地 你种的是什么东西 你卖出去是什么价格 它劳动是有价值兑换的 不能说你说 我只要是种地的 我必须得挣 别人是那个一万一个月 我就得挣一万五 咱们这东西不是有说法的 我这么跟你说 首先在你说 这个农民种地的时候 你就在刨除了很多 很多已经有 就比如说特别挣钱的人 你就刨除了 说种地绝对不挣钱吗 不是的呀 种地就是种那种 改良水果的不挣钱吗 很挣钱的 你平时买那些水果贵的 也都是农民叔叔中 那个种出来的 一样的 明白吧 这首先你 你现在要求的是啥 你要求是最 最普通的 种小麦的 你要求他的薪水 跟你达到 你一万一样高 还是你要求 白脸的薪水 不应该挣一万 跟那个农民包地 一个价格 你希望这个两个薪水 挣的是一样的吗 对不对 你认为待遇不公平的时候 那是希望两个薪资 一个爬高 还是一个降低呢 你现在希望的是啥 你说我听听 我希望的 就是说对农民来说 现在导致的 有多少年轻人 现在愿意回家种地的 好 为什么哪个全世界 好 那我问你 全世界哪个国家人 年轻人愿意种地的 现在 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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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世界哪个地方 年轻人愿意种地 如果要是有足够的地给我种 我都愿意去种 就说白了足够赚就行吧 对 不是说足够赚 就是说能感觉到 能赚得到钱 看得到盼头 你什么学历 凭什么赚钱 你公司里什么职位 凭什么赚钱 你什么认知 凭什么赚钱 你什么口条 凭什么赚钱 你多啥 你凭什么赚钱 我听听 我就按照 你别吐出来 你别吐我支不金 在家种地的 你别吐我支不金 所以你希望赚多少钱 好 你希望赚多少钱 我听听 你希望赚多少钱 我听听 他都种了十几年的 但是他两个女儿 有赚钱的呀 不是没有赚钱的 咱们就认识 家里也没有什么改善过 他一个人把我们 整个村的地都种完了 他为啥包你地 你自己不种呢 没有包 我们好多地都没人种 他都只要给他 只要他不愿意种 过来跟我们家 那你为啥不愿意种呢 你为啥不愿意种呢 不挣钱 那人他愿意赔 一年给你包地 按你说的 花2500块钱包 包一亩地 包完了以后 他一年没亩地 他每年就是过来 就是有的时候拜年 我们好多人回家 打工的回家了 他就来半个年 然后拎点水骨 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这样 因为 混得比你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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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他混得比我强 我不觉得他混得比我强 那所以咋的 你在嘲笑他 混得不如你 我 我嘲笑他了 我嘲笑他 所以你说他的意义是啥 我的意思就是说 现在导致就是说 我刚才跟你说了几遍 导致现在你没有几个年轻人回家种地 首先年轻人不愿意种地 合不合理 我想问问你 我不知道合不合理 我告诉你 在我们粮食短缺的时候 你看 你不知道合不合理 我告诉你 在我们粮食短缺 这个就是说产量不足的时候 那就多呼吁大家去种地 在我们产量够的时候 就多去发展社会 看社会需要什么 比如现在我们需要跟国际接轨 我们需要高精尖的技术人才 比如我们需要AI领域里面的全球的精英 那这个时候 我们粮食不够吃吗 粮食不够吃 就呼吁大家去种地 就这么简单 粮食够吃 那你愿意 你说我想像城市里发展 我想学门手艺 我想走出农村 我不想在农村待着了 你想怎么样 你就怎么样 你有这个自由啊 对不对 你说导致人不愿意回种地 那没有导致 那你我这么说的话 那你导致你 导致是这样啊 哥们 种地这个东西 现在不是急缺的 现在急缺的不是粮食 现在不是这个缺粮食的年代 明白吧 导致 那你看导致啥 导致所有年轻人 都不愿意上班 都不愿意上大学 都不愿意当博士 都愿意回去种地 这好啊 这东西是有个天平的 有个秤的 我们不够吃 缺吃少穿的时候 就呼吁大家都去种地 吃的问题解决了 比如说 元老爷爷 他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以后 解决了这问题 我们粮食够吃 那就研究怎么去发展 去研究星辰大海去 对不对 你得符合社会发展的 现在当前的这个状况需求啊 我们现在缺的是种地的吗 为什么要导致他们回去想种地去呢 像你一样一说话 一月挣一万块钱 你这水平挣一万块钱 完了你告诉我谁想种地呢 如果挣地 像你说的 把村里面地都称包 那小子还没你一个说话 就要吐的人挣得多的话 那谁想种地啊 有啥不合理的 没人种地 也不缺粮食啊 哥们 缺粮食在闹这话呀 现在缺粮食吗 那你的意思 那你的意思是 现在就是说 可以不种地的 都可以不种地 你这么解 哥们 你这个你回答 你回答问题这么绝对的吗 什么叫我不估计 我跟你讲 这个东西社会 社会经济什么来讲 它是个天平 我告诉你 如果说一年 我们拿小数字算 如果一年 你一共需要一百斤的粮食 如果今年年产达到一百五十斤 那粮食就要降价 都去种地 粮食就要降价 如果今年需要一百斤 你只种出九十斤 那粮食就会涨价 如果你已经持续十年了 每年都需要一百斤 每年年产只有二十斤 那一定会有大批人去种地 因为他赚钱 这是社会经济的东西 哥们 不是像你想的 你张嘴 你对的 你全是点子 进过来 完了以后 你就得出结论了 你落九十年 在干啥 现在你是在什么 九十年代的人 那个时候农民也没 那个时候 我告诉你 缺的时候 全国都在种 那个时候还是无常 缺的 大哥呀 缺的时候 全国都在种 不缺的时候 能发展的时候 大家就去上学 原来缺大学生 大家都考大学 现在大学遍地都是 都大家出去留学 对不对 留学生回来 人才储备够了 就出去一带一路 你干啥整这么变态的 你就是一带一路 对不对 国家有国家 国家当前发展需求 你现在二零二四年 你落九十年代干啥呀 你家谁饿死了 九十年代了 有 我们这边的确有 那你举个例子 哪个村来 哪个省哪个村 咱们去查一下 谁九十年代饿死了 我听听 那个时候 我听我外婆她们讲 你外婆告 你外婆告 你小时候不听话 半夜还跟人家猫叼走 你看谁被人家猫叼走了 你可以去查一下 你妈小时候 告你不好学习的话 警察叔叔叔给你抓走 哪个警察叔叔给你抓走了 你说那晚上说的 哪个人 说张三李四 哪个村 九十年代饿死的 你说我听听 湖北这边 来来来 哪个城市 咱现在直接上网查 这是新闻吧 肯定有吧 讲话 从这个九十年代以后 中国有饿死的 来来来 来来 我告诉你 哪我听听 湖北孝岗 大雾 大雾 对 哪个雾 大雾县 江军县还是一个 不是 大雾县是哪 大车大雾的大雾县呢 对 大车大雾的县 大雾县 完了呢 就是悟空的雾 悟空的雾 大雾县 然后呢 你再查 你手里有没有 九十年代饿死人 你看 你看第一个 你别哼哼啊 要不你查 你查出来给我们念 我现在就该百多数查的 没有啊 这没有 这有一个 笑感幼儿 饿死家中 问号 你说的是这个吗 你说是那个 就是那个吧 啥叫我说 是那个 就是那个 你干嘛 你有病吧 你有病吧 我问你说的是哪个 你要节套带不上来 我可喷你了 你管你 你管你 来来来来 拿过来 谁扣抖你 哪个你说呀 好像是那个叫什么 我一下子凑着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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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镇叫什么镇 你多亏你这个水平 你是在国内说话 出息了以后 你这赶上阳光彩虹 阳光彩虹小白马了 你得让那个给你这会儿滴露 那滴露那哪儿去 你得让进那个给你滴露帐篷里头去 那个那个那个 哪个呀说 我想不起来了 你想不起来 所以他就有 每个人都像你这样 你说不得有吗 我从来没听过 我没听过 九十年代以后谁饿说 他有的时候 他说话 他天生 他就 谁在跟你讨论说话呀 哥们 谁在跟你讨论说话呀 哥们 我在跟你讨论 你不说谁饿死了吗 哪个饿死了 能不能说 别给这瞪大眼珠硬装 哥们 哪个饿死了 你说话 我们查哪个新闻 其实那个 那个时候 上新闻的 现在查 我不记得 但是的确有 你说有就有 查不着 但是 那你非要这么说 那你非要这么说 那 就是我们可以抛开 我们可以抛开事实 胡说蛋 你说就是说 非要查得到 那查不到的话 咱俩说的是啥呢 这有谁 谁给低楼上的 管理币闲子 手欠啊 那你告诉我 应该上哪查 那个时候的 不一定 那个时候就上新闻了 不上新闻上哪了 上你家就告诉你一声 我就问你 上你家 跟你哪个说一声去 那个时候 一个村里面 一个村里面 死个人 现在上新闻 你查 好 那个时候 湖北哪个村里面 只有十个人 来你给我说一个 我说死了个人 你现在上新闻 你上百度 你就是饿死个人 现在不 九十年代个中国 这个农村里面 饿死个人 不足以上新闻 或者是壮死个人 你现在查不查 那你给我说 哪个壮死人 我查不到 你举个例子 好 我看一下 前几天 就是我们这个村上是 好 你们哪个这 一个养额的 一个老头子死了 你去跟我查 养额的老头子 叫啥名死了 我查 叫 姓胡 我也不知道他叫什么 哪个县 你问我跟他不熟 哪个县 哪个县 也是大悟县 大悟县 胡适老头 胡适老头 饿死 不是 撞死了 我不知道怎么死 反正就是死 胡适老头 死了 不是 那你写了正常死亡的 那一天全国上下 这么多正常死亡的 挨个跟你报一下 那不就完了 啥就那不就完了 正常死亡 也跟你报一下 有的是东西 你是查不到的 它的确是存在 不是 啥就存在 那正常死亡 你还得跟你报一年 一年一月到寿的 那讲话什么突发 心脑血管疾病 多少人呢 上哪查呀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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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时候 90年代 你难道就是 不是 你不是前天吗 现在又90年代了 那个时候 的确确实是有 好 那你给我 好 既然你说有 你说这玩意儿查不着 那你先给我看看 你是怎么 你是怎么发现他有的 你是怎么发现他有的 你不是说他有吗 我们查不着 然后现在你证明一下 你确实有这事儿吧 让车撞死了 连报纸都没上 你给我证明一下 好 你是有视频也好 还是你家本地有报道 或者你现在给你奶拽下来 你让你奶说 我就信 不是 啥不是啊 你奶靠地柜里了 你奶靠地柜里了 我说的 啊 不是啊 胡说 你说 你说咋的了 胡说 放出来 快给他奶放出来 放出来 开门 开门 你说怎么的了 我就想问一句 就是你现在还记不记得 你杰森大夫是谁 我记得呀 我说我说他 什么东西啊 我没听清楚 杰森大夫是谁 你记得吗 杰森大夫 我那个时候 我出生的时候 是没有去医院的 直接是我们一个村的一个 你为什么要隐瞒 不去医院的真相 不是 你整他这个 没有钱 那个时候没有条件 一个村里面 你是不是怀疑 你是不是怀疑 他生存掉地上 脸直接摔扁了 跟那人是生规女 米开朗基罗似的 哪个大财王 你别给他硬杠了 老弟呀 让你说真正 实际是一个没有 的确是没有去医院的 没有去医院 你出生证明 跟哪儿办的 人家问你出生 医生是谁 他可能是怀疑 那医生有高度 他可能是现实是农民 他不是医生 他可能给胎盘留下来 他可能把爷儿给扔了 你可能是长大的胎盘 我发现你他妈说话 老是说他妈乱七八糟的 那扯这些东西 你是不是忍不了我了 你要忍不了 我不想咱俩换个地方 咱俩换个 换个能好好聊的地方 要不你这说话 我感觉你也是忍不了我了 你想骂我 你还受不了 要咱俩换个地方 你骂我两句 方便吗 去不去 人呢 笑死我了 你去不去 去的话 你给我屏幕打个字 方不方便 去不去 他说 他是骂人被排斗了 应该 你怎么的呢 你上了 你上了 你要拿专业数据 打他 打他口了 我记我上 我记我上回 给长春打车的时候 人家说出 出那个什么 一赏地 租多钱 什么 看鞋 看鞋 放心 买的鞋 哎 老师 我就问一下 接生大夫的问题 跑了 他心里难受了 光光个腿难受了 家里头生的正常 但是你得去医院 开接生证明 对 要有出生证明 没有出生证明啥 没有出生证明 假上户狗 就是上学上户狗啥的 你不都得要吗 确实有接生 这种就是 明显想带节奏 带不明白的 你老拍我后脑勺子 要干啥呀 你管你继续 你接生博 你那个截图 我都看着了 你给我拍的 跟没有头发似的 你给后面拍 再说你一点美颜 不开 你有能力 你不开美颜 你拍你自己 你拍你自己 不是 这个就是我本来 平时直播时候说的 你拍你自己 我看看 你拍着自己 把头捋一捋 来 你再拍一拍 我看长一不一样 来 别管 一样吗 我问你 你跟刚才一样吗 我这么快能调碗 你看好 来 切 好 拿来 我拍你 大头换他上来干啥 干啥 上来干粮食了 他上来干粮食来了 说为什么现在年轻人 不愿意当农民 为什么一个手机 等于一万斤粮食 一万斤粮食 小麦一块一一块一一斤 一个手机一万多 讲话农村奶大哥使一万多 我要是使个华为折叠瓶 像我这个农村也是沾点15和6的 有点牙 那得村东头一跺脚 村西头烂颤那种 那就是没毛病 你整的我女粉群都掉粉了 以后你别上女粉群发电机 整广告 我以后你发广告 我给你提起出去 你给我女粉的 你要拔下黑的 你要拔下来黑的 我今天给你口罩摘了 一天天听着黑人说不挣钱 完了呢 非得告诉我 那个人有味儿去 非得说农民必须得中立 对他带了好多话题 就开始想吹印度 一会儿听说你有新的意思 听说你有新的意思 那么多人 我太有才了 你这一天啥意思都能碰着我 怎么的了 你一天啥意思都能碰着我 我这最近这次活不少呢 你没看切片吗 月初全是活 但是10号以后就开始少了 平均两天一个 月初的话每天一天两个 集中消费呗 集中消费 月初的时候稿费充足 嗯 嗯啊